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韩市长自己的作为 不管是市政作为 还是他真的有心想要声援任何国际的人权的处境的话 都应该由他亲自来表态 我觉得从韩市长 他从去年的反送中开始到现在 韩市长从一开始的不知道不晓得 那到后来每一次的发言 其实都针对香港的事情是非常避重就轻 也不敢正面回应的 那现在即便国民党的党中央出来这样子声明 或许跟以往的定调不同 但并不是韩市长本人的立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至今还是看不到韩市长 对于香港在面临这样非常大的困难的处境的时候 韩市长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他做的只有看似是消费香港人 提出了一个香港村的计划 但是到现在我们也在议会询问过 请问香港村的实际的规划是什么 真的有没有心要帮助香港人 那至今不管是香港人 还是在高雄的市民或者是全台湾的人民的眼里 都看起来韩市长对香港并不是真正的有心要关心 或是真正有心要协助的 所以我相信国民党即便这一次想要用各种方式来想要救援韩国瑜 全党救艺人 但目前看起来效果并不大 甚至是大家也知道韩市长真正的目的跟真正的心态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韩市长自己的作为 不管是市政作为 还是他真的有心想要声援任何国际的人权的处境的话 都应该由他亲自来表态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